1月11日中午,在江西南昌安邑县顶湖镇的一家农业公司内 460多万元成捆的崭新人民币被码放在该有红布的桌上,颇具仪式感 劳作了一年的农民们依次上台领取自己的年终奖 这是当地远近文明的重粮大户林济和连续第11年给重粮的农民们发放百万奖金 这个以前平时发的工资是5万,现在是17万 开心吗?开心 今年整个是发了486万 咱们这个奖金的发放的标准是怎样? 因为我们是以产量来计算,以产量计算就是有两例 就是这些管田的,他们按照这个产量,超过的一斤到五十斤讲五毛 五十斤以上是讲一块 第二个年金的就是让他们绩效,管理这些服务的 整个打田的还要有个绩效在那考核他们 就是有基本工资再加上绩效 就这样做,你要年轻拿多多的也可以拿到二十多万 所以说他对这个农业就有积极性了 林济和还告诉记者,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身边的农民富裕起来 也希望能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规模化、现代化的农业生产中来 为此,他一直在尝试提高年轻一代对农业的积极性 自己的团队也吸收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因为我们现在农业已经要清磨不绝了 这些老人都已经年龄已经慢慢低修了 现在就要看着有希望,看到这些年轻人 我就多激发这些年轻人 多干嘛,其实我还包了很多风包 跟这些年轻人定外还要发个风包 让他们低农业更有积极性 也想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农业 现在到了01年、02年都有了 等于是00号的了 现在都是,你看整个年轻人排到这里 现在有几十,有四五十个 加上那样有六十多个 1997年出生的傅一华去年年初时才回乡务农 除了每月近万元的固定收入外 当天,他获得了五万多元的绩效奖 傅一华告诉记者 让他安心种田的原因除了收入可观以外 农业自身的发展空间和前景 他也十分看好 我们主要是从事无人机拨撒农药的 然后我是第一年参加这个工作 能够拿到这么多钱 我也是非常高兴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政府对农业这方面的扶持力度很大 然后做这一行比较有发展前景了 我也是非常高兴 我也是非常高兴